行车记录器拍下惊悚瞬间 吊臂先是摇晃 接着钢梁从天而降 砸中地面车辆 重大公安意外 造成四死四伤 消防队员起手八脚抢救伤患 钢梁下拖出的休旅车 已经变成扁平状 周五下午5点04分 台中市北屯路和文新路口的 捷运绿线高架工程 执行钢梁吊挂作业 当吊车把钢梁吊到高架茂梁 正要解开吊耳时 重心不稳导致钢梁掉落 吊车的油压脚被扯断 整只插进柏油路面 钢梁掉落的威力 让附近的居民饱受惊吓 好像九月那种伤心碰碰的样子 然后先没有电 我也是什么爆炸 结果出来看就是 这个就崩下来 崩一下我们叫做地盘 我如果地盘这么大 继续又油了 我们继续下去 长四三公尺 重达209公顿的钢梁 从四层楼高的高处 重砸到地面上头 被砸中的银色轿车 惨不忍睹 开车的苏姓女驾驶 不幸身亡 意外发生时 还传出有七名工人 还在钢梁中索罗斯 谢姓公头 杜姓良姓工人 不幸灵难 至于伤者部分 37岁的谢正佳 胸部挫伤 58岁的林朝青 炉内出血 两人伤势较为严重 另外有两名伤者 分别是骨折及轻微脑出血 意识清楚 都是晚上在吊挂 今天是第一次白天吊挂的 以前晚上会封路 今天白天吊挂没有封路 附近居民质疑 过去吊挂工程 都是夜间进行 第一次改为白天作业 全在下班 尖锋时间不说 又没有围离加强 造成这么大的伤亡 有关单位 得尽快说清楚 讲明白 记者综合报导